大家好,歡迎來到這節的萬迷早晨節目 今天基本上的片段都是說我們剛剛結束了轉會槍的球員 在這個新聞台已經出了一條影片 其實昨晚已經預先說了一條影片 就是一位叫做Armar Triore 或者萬迷來到之後就叫做Armar Diallo的球員 也是同一位球員來的 有些特別之處 雖然現在已經談好了 但是一月才正式加盟 為什麼呢? 大家記得要看看在新聞台的一條影片 這條影片今天這一節就是講泰利斯 這位27歲的族集球員 也是巴西籍的 其實這位球員我們大約在9月初的時候 已經跟大家介紹過了 原因是因為他在我們當時傳聞 對這個股狼有興趣 大家記得嗎? 結果Rigulon去了二次 剛剛對著我們那場球 那場大家都不太想提的球 直到有上陣的 我們先說一下 這個Armar Diallo的泰利斯 究竟是何許人也呢? 這節也可以說多一點 關於他的情況 27歲來自波圖 轉匯費來說是1500萬英鎊 結果萬聯就省了幾百萬的英鎊 因為他們搞了那麼久之後 波圖終於肯降低轉匯費的要求 可能覺得自己又成功了 說真的 究竟是否應該早點簽好一點 我都不懂得說 據問 泰利斯是很強力的希望加盟萬聯 我也提過了 在轉會方面 如果球員堅定決心要加盟的話 其實之前的球會是留不到他的 終於了 從波圖來到 簽了四年的合約 也有一個選擇 再加多一年 老實說 不是突然出現的 泰利斯在2014年 他當時還在加雷塔瑞踢 的時候 萬聯已經有球淡留意到他 之後那兩年 也有一直留意著他 看看他踢得如何 我們普通牙那邊的球探 就負責這件事 但是 由於上一季 我們記不記得 有位年輕球員的彈起 Brandon Williams的彈起 就令到我們的球探 暫時又放下了泰利斯這個球員 但是現在我想大家都明白到 我們曼迷早晨都說過 我相信教練團隊都看到的 一個集位的問題 剛剛那場大敗的一轉 就更加看到問題 越來越誇張了 所以 教練團隊就覺得 泰利斯可能是一個幫到手 尤其是他27歲 比梭爾更加有經驗 梭爾是25歲 再加上他也有一個 相當強的助攻能力 這個我們當我們研究 為什麼 歷古朗 尼馬聯會幫到手的時候 都是說了 他那個助攻出波 和落底線的能力 是會幫到手 泰利斯也是有這些的 再加上他有經驗 他也是幫波圖42馬 證明了他人 也是比較淡定的一個人 再加上 我們剛剛也早兩天宣佈了 大路仔 去了AC米蘭外借一年 所以 正正就是這樣 我們可以收拾 我們的集位球員 相對來說 比較有些經驗的球員 就多了些 希望可以幫到 即是說 接下來 泰利斯加盟之後 我們左閘的競爭 就會是泰利斯和梭爾 而右閘 應該是 雲比薩卡 Bandon Williams 還有Ethan Ley 這三個球員 競爭 Bandon Williams 其實之前也有球隊 修咸頓想外借他一年 不過我們 就決定了 留下他 這個將會是 泰利斯加盟之後 我們左右兩閘的安排 當然還有 文莎 我想是適當時候 需要替補左右閘 尤其是順防守 其實文莎也應該幫到手 泰利斯 他也是巴西各腳 2019年 代表巴西隊 對著巴林亞賽事 那場球應該是和了球 他相當有經驗 除了在本地聯賽之外 在歐聯 也踢了好幾年 因為始終 加里薩西雷亞 或波圖 都是歐聯的上客 剛剛在波圖 已經過了五個球櫃 入了二十六球 也有五十個以上的助攻 他也贏過葡萄牙的聯賽 也在代表 踢加拉塔西雷的時候 贏過土耳其的聯賽 所以也是相當有經驗 也有贏錦標的經驗球員 當然 他唯一缺乏的 就是英超經驗 泰利斯加盟的時候 在接受萬聯的訪問 他說 加盟到萬聯 這麼有歷史性 還有這麼好的球會 就是我的名譽 我知道我們要做好 很努力 才可以做到這件事 還有來到萬聯 也要繼續努力 我也答應大家 我會盡我全力 用心去踢好我的球 希望可以在這裏得到成功 我在波圖的時候 也贏過很多錦標 我也希望可以在萬聯 繼續這件事 這個領隊就有一個很清晰的計劃 還有一個方向 就是這個球隊裏面 我就很期待 穿起萬聯的球衣 另外 由於他看過普超 我們也有幾位普超相關的球員 包括班奴·法蘭迪斯 他就是足色的 他就說他跟班奴·法蘭迪斯 談過了 班奴·法蘭迪斯跟他說 歡迎他 還有班奴就說 很相信你來到很快就可以融入到 因為球隊都是很歡迎一些新的球員 所以 泰利斯就很期待 他就加盟了一群很好的球員 另外 除了班奴·法蘭迪斯之外 他還有一位舊隊友 就是Darl仔 但很可惜 Darl仔就已經 今季就要外借了AC 米蘭 不知道下季回來 會不會再一起踢球 他真的跟Darl仔通過電話 Darl仔就說 是 捉他好運 不知道這句話是可怨可點 不過大家都記得 其實Darl仔跟班奴·法蘭迪斯 很友善 在停賽的時候 他們都一起練球 我相信Darl仔跟泰利斯 甚至乎跟他的隊 更加熟 應該也過了很多資料給泰利斯 他跟他們兩個談了這麼久 都堅決地要加盟曼聯 所以他加盟曼聯的決心 我們就不需要太過懷疑 而他也帶給我們 在閘位上高一些經驗 尤其是 近幾場球 真的不知道有心還是無意 我們的踢法上 就真的暴露了很多閘位的缺點 一位27歲 相當經驗的球員來到 會不會在後防 雖然他不是一個中堅位置 但會不會給我們一些領袖的才能 以及過了一些好的資訊 究竟習偉應該怎樣踢 這個我相信就是曼聯 找他來加盟 以及很多監視器 都搬插了這麼久 應該都對他的踢法是有一些信心 說真的 我們經常都說 希望找一些好的防守教練 我講了很久了 因為看到我們的防守 真的越來越不行 泰利斯雖然不是一個防守教練 但他希望他的經驗 可以告訴我們 究竟我們防守可以怎樣踢得好些 以及繼續去進步 亦都希望令到幾位年青 我不是說梭爾 梭爾真的不算太年青 但是Benner Williams Ethan Leight 甚至乎雲比沙卡 這幾位真的很年輕的集位球員 真的知道 集位應該是怎樣踢的 這次節目就是這樣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